欸 媽 今天拜鬼 拜訓得不好 拜鬼 哈囉 嗨 大家好 新年快樂 玩世如意 福氣滿滿 你看後面有個大福 A級獎的時候已經是2021年了 對 2021 去年的老鼠把大家弄得沸沸揚揚 雞飛狗跳 真的 希望下半年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出國 是 今年一定會很好 一定讚 對 然後我們現在又要開始說書啦 好喔 開始喔 那自己要講什麼 嗯 講那個託夢好不好 夢 夢 就是夢 對 夢境 好 那我來講一個民國92年的 很遠喔 92年喔 17年前 對 17年前 不對 18年前 18年前 好 連17 18都ok 都是lucky number 就是有一位小姐 那她的婆婆是基督教 她自己本身是天主教 所以她打電話來的時候 她是說 不好意思 我們天主教或基督教可以來嗎 我說當然可以啊 ok啊 沒有問題 不分宗教 只要你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來問 好 她就約了時間 那來的時候呢 她就 因為就是 她的財運很糟糕 老公也被告 小叔也被告 而且被告就明明律師 他們換了六個律師 前面三個律師都說會贏 也沒有贏 後面六個律師說一定贏也沒有贏 就是一直都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官司 尤其她的婆婆就身體越來越不好 那她的婆婆呢 就是常常就夢到 就是夢到這個孩子 夢到她就是已經往生的孩子 她的兒子 她的兒子 對她的兒子真的是空官 是因為飛機摔下來的時候 然後 就這樣就死掉了 然後到去任遺體的時候 然後帶回來 帶回來之後 因為是空軍嘛 就放在新店的空軍公墓 然後他們是火化 然後有一個古堂 然後她就說 她有到別的地方去問 就是說 他們家有過世的人 可能就是放得不好 但是呢 他們就一直都 你知道天主教就知道 他們放下去 他們是沒有撿骨的這一件事情 天主教他們應該都像店裡面那種 就是挖 就是 挖棺材 就土葬嘛對不對 對 他們不是他們就是 對就是土葬 然後墓碑這樣子 然後墓碑 然後她一排一排一排 那那個空軍公墓呢 是這樣的就是 他們也沒有 當然沒有得選嘛 就是這個 走了就放就這樣 一排一排一排這樣子 那她就說 就是來問一下 就是說 她是不是有真的家裡 家裡有什麼不好 才會影響 因為她是聽她一個 鄭俊棠的同事介紹的 好她就來 來的時候呢 我就說 那婆婆這樣子夢 而且我看到她的 她進來的時候呢 其實她的右邊 這邊是黑的 這邊整個是黑的 你是說 媳婦 媳婦來的時候 那當時她並沒有講 媳婦自己來 媳婦自己來 但是她並沒有跟我講說 我說 妳老公是不是有官司 所以她才講說 對 她不只她官司 那她老公的官司 她老公已經過世了 然後還要幫她說這個官司 不是不是 過世的不是這個 這個女生的老公 是她大伯 她大伯過世 她是第二個兒子的媳婦 她還有第三個兒子 等於這個婆婆有三個兒子 沒有女兒 她是第二個 所以她說她大伯過世了 可是大嫂已經離開這個家 所以就由她 真的沒聯絡 哇妳好聰明喔 真的沒聯絡 所以婆婆跟她講了幾次 她就說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也沒有想到算命這件事 是她在就是跟同事喝下午茶的時候 她講出來的時候 她講說 欸我給妳介紹個新老師 她是開關檢果很厲害的 算命更厲害的一個老師 這樣子她就來 來的時候呢 她其實就站在外面 不太願意進來 就是因為我們佛堂很大嘛 我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那我就請她進來 因為那時候是要還有兩個之後才等到她 後來她就問前面兩個說有沒有來過 前面兩個就剛好來過 然後呢可能也都達到他們的心願 所以她就老是非常的好 可是很兇很兇 然後非常的兇 那她說什麼你就要認真的聽 那不要做其他的事情這樣子 那她就等到她的時候 我就看到她這邊是黑的 所以我才說那老公被告 她說對她告了六七年 她說她真的是為了這個官司 然後婆婆真的也很痛苦 那小叔也被告 同一個案子呢 同一個案子還牽扯到小叔這樣子 所以她就講說她覺得很對不起婆婆 也對不起小叔 這個媳婦非常的好 非常的漂亮很有氣質 這個官司不是很嚴重 就是在明年 對我說明年就結束了 明年肯定結束 那這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明年一定會一個水落石出 然後絕對會大吉大利 淵淵滿滿的對 她聽到的時候她就覺得說真的嗎 這樣子 我說但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婆婆的夢是真的 你婆婆的夢是真的 她婆婆夢到什麼 她婆婆就是夢到這個兒子 你懂嗎 兒子就是說要起來 要爬起來 過世的大兒子 過世的大兒子 就是說這個他裡面 裡面就是都是水 他很冷這樣子 那就託夢給婆婆 那婆婆是覺得說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太常夢到了 她才跟媳婦講 要不要有什麼辦法 有人會知道這樣子嗎 我說那你們有沒有想過 我說要把墳墓打開看看 他說沒有 因為都沒有人這樣做啊 那我說一定要開墳墓 一定要開墳 我說我來說服你婆婆這樣子 結果呢 好我們就決定了 她婆婆也被我說服好了 這樣子 那我們就去 就要上山 你知道你爸爸是 很不可能跟我上山 他就載到山下 然後請人家來接駁 就是主事者 因為我是工作人員嘛 主事者來載 然後就坐他們車上去這樣子 就那一天是颱風天 她前晚上還跟我講說 老師有颱風欸 要坐嗎 我說一定要坐 不能拖 我們整人的颱風 算好日子 對看好日子看好時辰 工人也都找好了這樣子 去的時候那個風雨 就一陣一陣子 然後真的就很大 忽大忽小 然後就在我們再到 新店過北新橋的時候 就看就 欸我的窗戶 我的那個車的窗戶 我就一個一個腳 就一隻腿 好而且很 窗戶那邊有一隻腿 對我的窗戶有一隻腿 就一隻腳就這樣 跟著我的窗戶 那我就這樣看 塵空的 塵空的 就一隻腿 就一隻腿了 一隻腳 那我就這樣看 那你知道我看了幾次 爸爸會 爸爸就會講說 老婆是安全啊 怎麼了 我說喔沒事 他說欸你這樣子看很恐怖欸 一定有事情 我說有 對啊有事情 那不然你等一下跟我上去 開關節目 他說謝謝不要 到了的時候呢 他們還沒有來 那我就坐在車上打電話 我說欸 金小姐我問一下喔 就是你們當初 這個在剪大伯的 這個遺體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完全 他說 我不知道欸 好 然後他就在跑 婆婆在旁邊 他說欸媽媽 那個老師打來 然後呢 他說那個大伯 剪的時候是不是 少了一條腿 旁邊我就聽到 天啊 你知道 然後他就聽到 呼呼呼 就開始哭了 然後我說 他說我婆婆在哭咧 他說 媽媽是不是這樣 他說我媽媽一直點頭 就一直哭 我說對 他說當初就是少了一條腿 這樣 好 所以沒有關係 好 那就是更確定了 我的心裡我沒有跟他這樣講 我心裡講更確定了 所以他要爬起來這樣子 一定有這個原因嘛 少了一條腿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一定是泡水 因為他說很冷嘛 那好 我們就去 去的時候你知道嗎 我們是看十一點 我們看十一點 結果十一點的時候 真的 真的就沒有沒有 沒有風也沒有雨 工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十點 十五就到了 我們在那邊等了半個多小時 哇 那雨越下越大 然後那個阿彬拉 工人就是阿彬拉說 阿靠腰老師啊 今天妳怎麼可能開啦 那樓這樣呢 工作就已經担勾勾勾啊 怎麼做 我說來了 老天爺一定會幫助我們 那耶穌天主 一定會 一定會到場 一定會讓這他的弟子 滿願的 滿足這個願望 這樣子 我說我們就等到十一點再說 就十點五十 沒有風沒有雨 十一點突然還有太陽 突然那個太陽就在我們的上面 我們就趕快 因為他其實不大 你懂嗎 我開那個關的時候 是不是工人要先把土挖它 工人要先鑿 第一刀就是要先把它鑿開 把那個蓋子 沒有喔 它是平冷 懂嗎 一個水泥的蓋子啊 落地 落地 不是像那種 不是要把土蓋上去嗎 它是土 這樣是骨灰漲下去 不是屍體漲下去 蛤 不是像外國電影 不是不是 但像外國 所以還是有先燒 有先燒 先火花 就是像一個棺材打開 沒有 因為其實其實沒有 他們就是骨灰 然後呢 所以就是就像一個一個洞 你懂嗎 就像一個一個穴 穴裡面都有刷粉 刷水泥是沒有土的 然後把它放進去之後 再用一個水泥蓋蓋起來的 所以先把這個鑿開 對 所以是在那個水泥的那個空間裡面 水泥那個空間裡面 水泥那個空間裡面有水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對 這個這個洞對不對 然後上面呢 就會有一個蓋子 我們要先把 抖抖抖抖 然後把它 燒開來 你懂嗎 那它它有三遍 所以是骨灰漲 骨灰漲 在裡面 泡著水 裡面都是水了 所以骨灰也一定有水 然後呢就是因為它是 不防水 不防水 骨灰漲 不是都封死了嗎 封死了 但是 久了以後 就像我們在黏強力膠 你看強力膠 施力控啊 久了以後它還是會脫落 好 那它這個石板是三塊 好是三塊 上中下 我們先從下面這邊找開 先翻開的時候 一翻開就看到 哇 整個像浴缸一樣 好 那它媽媽當然 我請它媽媽不要去 因為老人家會太傷心了 對吧 好 那我說媽媽不要去 我們會拍照 這樣子 以前都是照相機啦 那有數位的 那說賴啊 微信先照相這樣子 那記得喔 你們要上盆照相的時候 只能照墳墓 不要照到別人喔 不要說耶 在墳墓上照相 這是大的禁忌 對 這不能 包括你們去掃墓的時候 拍照 請大家離開 你才拍這個墳啊 拍這個墓碑啊 想要留下這個墳墓的 然後紀念式 不能跟墳墓拍照 這是大的機會 那就打開 就看到滿滿的水 然後我這樣子 遠遠的看 我已經看到它的那個 那個骨灰已經在搖動了 你懂嗎 你知道開第二個的時候 工人在開第二個的時候 然後 然後那個阿兵突然想說 喔 這個很可憐耶 有夠要求我可憐耶 啊 現在這裡啦 啊 自己又想過來耶 一直搖過來 鼓掃 鼓掃就 好像在掙扎這樣子 就搖 你看 你看 會動啦 跑過來 他說 慢慢來慢慢來 加油慢慢來 過來過來 這樣子 然後阿兵就想要 弄手下去 我就拍他 我說不行 我說一定要全部打開 你才能動作 我就拍他 他說 哎呦 在這個地方 不要亂做動作啦 對啊 你有陰陽眼 喔沒有陰陽眼耶 這樣子 我說不要碰 然後呢就 就把它打開 打開的時候呢 好 那我就說 好等一下 那我就 我心裡就 就默默的跟他 稍微祝福跟對話一下 我說 你辛苦了 好 那我們也來了 好 這個是你的弟媳 好 那你的母親 你託夢 然後我們也幫你打開 然後會帶出來 這樣子 那我就 我就把那個水喔 我就下去就撈了 我就這樣趴 就有點跪 有一隻腳跪 一隻腳趴 我就下去就把那個水 然後呢就 就說 阿兵來來來來 你有要發財嗎 你要不要發財 我有聽人說啦 可是我都不太敢 我就不管他 我就挖一把水 就往他身上噴一噴 啊 你會大發財 你的負債還光光 你說 啊 你也知道我負債喔 那我就挖一點 就給那個 我說你怕不怕 他說不怕 我就給那個 那個金小姐 然後他本性金 然後給他 他就握著 我說你等一下搓一搓 關材水 關木裡面的水搓一搓 然後他的 地底本來說要來 結果 結果在路上跌倒 就趕不上 結果就沒有來 所以就 就我們兩個 還有工人 有四個工人 四個工人 我們兩個 一個主人 然後我這個 一個堅固老師 就我說那 你一定 明年會非常的好 這樣子 會買房子 又大專程 關係又結束 我就講這三件事 結果都應驗 那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 骨灰拿 拿下來 那我就告訴他說 骨灰彈 骨灰彈 骨灰彈拿出來 然後當然後面呢 我們就要整理這個水啊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 骨灰彈帶走 我說 你交給我 我們就帶到巴黎 然後我們去把它倒出來 因為都變成 固固了 你懂嗎 你知道那奶粉泡水這樣子嗎 對 就全部都濕了 倒出來再烘乾 對 要用很多網子 不然乾的時候會飛嘛 要烘乾 那在倒出來的時候 後面我就跟他講 倒出來的時候 我說我會幫你把腳補上 我們就真的去做 你知道那個 有的人喜歡做 用人啊 對 紙紮的那種 紙紮的 對 紙紮的抑制給他 像有的人就會說 燒個奴婢 奴婢給他 燒個那個 金桶玉女 金桶玉女給他 還有燒那個叫什麼 保險箱給他 車子洋房 所以我就去特別找 在三重找了一個 那古爪廚的 就 樓房 對 沒有沒有 我就特別做了一個 1比1跟人 我就看著他的相片 問他媽媽 你的孩子 兒子幾公分 做了1比1的這個腿 然後連骨灰烘乾的時候 我們稍稍把腿倒進去 過了一個月 然後就再把這個骨灰潭 再放在原地 然後再弄好 就圓粉 軟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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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新封起來 當然這個 再把它弄好一點 當然這個 十多年前的膠 跟現在的膠 現在有更好的膠 塑鋼土 把它弄好 然後放進去 其實我就說 以後可能還會再 還會再有水 因為其實他們那個水路 後面的人都把它弄亂了 你懂 那我們有請功能 把它挖一個L型的 像S型的 對 像N 然後讓它水能夠排掉 不要全部的水都到本墓裡面去 我燒完腿那一天 其實骨灰都還放在巴里寺 結果那天晚上 他就來迎集街敲媽媽的門 敲你的門 敲我的門 對,晚上2點 我剛好把命盤寫完 剛要躺下去的時候 就聽到門之後 我就起來 對,然後他就 哇,他很帥唷 戴了個帽子 很帥 然後就跟我講 謝謝你這樣子 然後我說 我說沒有關係 我說譚先生 真的 你有個很好的弟媳婦 有個很好的家庭 那當然這是你的命 你有沒有怨 他說 他講了一個 我大概現在忘記 他說身為軍人 軍人 身為軍人也是軍魂 他說他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這樣子 但是呢就是 他就是一直覺得那個 腿沒有回家 還是講腿沒有回家 他在謝謝我做 我給了他一條腿耶 你看真的是很特別 對不對 他來謝謝我是 我把他這個水放掉了 然後 最後他有託夢給他的家人嗎 有,最後他託夢給誰 就是給這個弟媳婦 給這金小姐 所以我先去謝謝老師了 然後我也告訴你 然後謝謝你照顧媽媽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金小姐打電話 給我哭了嘻嘻嘻嘻啦 說 因為他交到他們家 然後他也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跟大伯 有太多的見面 見不到兩次面 他大伯就過世了 過世了 所以他說 他跟大伯不熟 可是他覺得 大伯好帥喔 好客氣 很優雅的一個人 對 一表人才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這大嫂也很可憐 就這樣嫁給 然後老公就走了 他也離開了 也聯絡不上了 這樣子 我說沒有關係 一切都是姻緣這樣子 結果呢 就這個事情 就非常的圓滿 隔了一年 隔了隔年 你七個月後 他打來 說老師你在不在 就要在 哇他買了好 買了三盒的不同的水果 又包你恐包說 他的官司勝出了 沒事了 他跟他小叔都沒事了 這樣子 又是託夢 又是檢骨 又是給他腿 然後他又來謝謝 然後官司又結束 他就說 而且我要買房子了耶 所以就那時候 棺材水真的沒問題 對 棺材水 他就說真的 像是你開關檢骨的時候 帶我去一下 對你看我每次跟 把這故事告訴人家 每次都說 對 噴我噴我 對每天講 欸你像是老師 什麼時候要開關檢骨 要帶我去喔 那也要有 剛好遇到就是說 有這個泡水的 但常常有啦 沒有啦 其實你現在也很少 會做開關檢骨 對我的費 因為我費開 我費現在是一定要三分之一嘛 所以如果是開關檢骨 就是很少啦 但是我會看狀況啦 好 如果有這方面的需求 我還是可以 來信詢問一下 email在下面 OK 好 這集故事先講 大家發財喔 還是講一句大家發財 身體健康最重要 身體健康最重要 掰掰 掰掰